那第二小题,接第一题 哥哥吃了六分之二包 弟弟吃了十八块 谁吃的饼干比较多 那我们先看,哥哥吃了六分之二包 六分之一包是六块 所以六分之二包是两个六分之一包 所以就是六乘以二 所以六分之二包有十二块 那弟弟吃了十八块 所以十八块比十二块多 所以是弟弟吃的比较多